天氣好悶熱光是待在戶外 就讓人快要受不了 擔心小動物們太熱中暑 新竹北埔生態農場的照養員們 各有妙招 我們會另外準備西瓜皮 跟一些比較消暑一點冰塊 然後放在上面 但牠們取用的時候 會比較稍微涼一點 我們除了會準備一些 像這種特殊的冰塊之後 我們這裡也有牠們用的水盤 牠們如果想要洗澡 或者是降溫的時候 也會在水盤裡面去 就是弄濕牠們身體之後 在陰涼處待著休息這樣子 AAA不用場 小豪豬 土拨鼠 都抱著水果大冰磚 小鼠清涼 農場裡來自南美洲的新寶貝 同時是跑步和游泳高手的水豚君 則是開心的吃著冰鎮蔬菜大餐 而這邊跟前跟後的小奴婢亞山羊 因為年紀小得長大一點才有冰吃 從小味道大的 就是有奶便是娘嘛 所以就是牠會跟著我們走這樣子 還是會讓牠喝冰的東西 但是比較少 因為牠的腸味道還沒有發育到很完整 所以主要還是喝奶為主 不只照顧小動物 還要照顧來觀賞的民眾 園區內販賣的特色蜂巢冰淇淋 成為夏日熱門選項 暑假期間想要品嘗特色冰淇淋 看看小動物不妨安排一趟新竹生態之旅 三選領想著下面新竹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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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兩選領想著 一選領想要品嘗試 そして 三選領想要品嘗試 三選領能